这是一经,一共64卦,讲述的是天地万物的演变过程 如果我们换个方式排列,就会发现了其中最大的秘密,循环 是的,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循环 小到一个人的生命,大到整个宇宙的变化 其实都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 这几千年来,一个朝代兴起,又一个朝代灭亡 也在一遍遍地验证这个循环 那为什么会存在循环呢?该如何跳出这个循环呢? 大家好,我是白同学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历史的循环 1945年,教育家黄炎培在延安考察时 曾发出了一句叫做,其心也薄烟,其王也忽烟的感慨 这句话就如同三国演义中的话说天下大事 风酒必河,河酒必封一样 整个历史就是一个从风到河,从河到风的循环过程 每个帝王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却没有办法跳出循环 此后有一部分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封建王朝的历史 提出了一个叫做历史周期律的理论 并将这个循环的周期,定义为是300年 如果我们将人的出生,理解为是王朝的建立 将人的死亡,理解为是王朝的灭亡 假设人的最大寿命是100年 那王朝的最大寿命就是300年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魔幻 从公元前21年的秦朝开始 到公元1912年的秦朝结束 这2000多年的封建史,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 就拿大一统的王朝来说 西汉210年,东汉195年,西晋51年,隋朝37年 往后长治九安的朝代有唐朝289年 元朝98年,明朝276年,以及清朝296年 没有一个能够突破300年的大观 每一次都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均,导致整个社会撕裂 然后就是被人推倒,从头再来 当然也要注意一下,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 不仅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在所有文明的历史中,这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如果没有,那说明它并不成熟 比如说曾经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从公元1299年到公元1923年 存在了600多年的时间 之所以它能够跳出这个周期 就是因为它的文明并没有进化 而是停止在了文明的初期 就好比是我们的周朝,存在了将近800年 也是因为它并不发达 之所以西方社会对周期率并不敏感 或者说之所以我们能够得出这个周期纪录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悠久 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早在2000多年前 就已经进入了相对高级的文明 这一点绝对不是自垮 我们解释一下 想要存在这个周期率 就必须要有私人产业 雇佣关系,自由市场 等这些促进社会发展 但又会拉大贫富差距的举措 但很显然奥斯曼帝国和周朝 并没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 那今天还存在历史周期率吗 谁也说不清楚 现在有一些国家 已经有了将近250年的历史 从这些年的大事件上来看 这个周期似乎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 有人可能会羡慕一些国家的福利制度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 其实这个就是对抗周期循环的做法 正是因为差距过大 所以需要人为的帮助和调控 来尽量缩小底层和顶层的差距 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 但这种做法 真的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吗 我想不能 这一定不是最好的做法 那应该如何跳出周期循环呢 其实这个就是古代圣仙 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这个周期出现的根本原因 关于历史循环这件事 几乎每个帝王都心知肚明 而如何对抗循环 算是帝王术中的高阶课程 在帝王眼中认为 之所以王朝要不露灭亡 主要就是因为资源的过渡其中 所以他们对抗这个周期的方法 就是打压蒙发氏族 避免他们垄断所有资源 比如说 我们可以将古代经济系统的构成 大体归类为三个方面 分别是土地 劳动力 与金钱 社会想要运转 这三个因素就要流动 如果有人占据了大半财富 使得这些财富不再流动 不再参与到生产与消费领域中 那就会让整个系统崩溃 这么说可能不太好理解 我们再解释一下 在古代 土地就是决定王朝生存的根本 从商业变法开始 私有制度正式被确定 这个时候就进入了周期循环 到了汉朝 董仲书发现了这个问题 于是就提出了献田政策 就说避免让一小部分人 占据绝大多数土地 但奈何汉武帝不同意 最终未能执行 于是有一小部分人 就开始了土地兼并 到了汉埃帝时期 土地资源已经被垄断 这些人避免税收 拉大贫富差距 使得国家经济受损 又没有能力安抚底层民众 这个时候就已经走到了绝路 于是没办法 汉埃帝打算推行献田政策 叫做随定诸侯王一只利 明 明田不得过三十情 但可惜贵族已经做大 根本没有办法之情 这就导致了王朝的灭亡 汉朝被压垮后 王王也看到了这个困局 于是就跨时代的提出了 明天下田为王田 不许私向买卖 就说你们不愿意封田 那就收回来统一分配 绝对我们都知道了 得罪了贵族势力 还因此搭上了姓名 这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封田 贵族就不同意 帝王没有能力执行 如果不封田 自然就会愈加集中 有一些人受不了压迫 最终就导致了三封天下 大家从头再来 到了晋朝统一后 吸取了这个经验 刚开始就实行了献田策略 叫做占田法 可惜的是 在这个策略中规定 允许王侯和各级官吏 占田十青到五十青 级别越高 占田越多 所以实际上还没有改变 在封建王朝中 权力的集中 就会造成财富的集中 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目前大多数国家 都在面临的一个难题 就像是现在的大漂亮国一样 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 从1990年到2021年 他的亿万富翁总体财富 增长了19倍 原先是2395亿美元 现在一路飙升到了5万亿美元 关键的是在疫情期间 他的亿万富翁总净资产 增加了2.1万亿美元 增幅高达70% 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他们不想改变吗 但怎么改变呢 阻力太大 我们再回到史书中 如果一个王朝的最大寿命是300年 那为什么有一些王朝 只存在了几十年呢 这就好像是说 一个人最多能活100年 那为什么有些人只活了几十年呢 因为一些不可控因素 在2021年11月的12日 浙江大学的团队 提出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说法 叫做火山爆发 可能会导致突发气候变化 这些气候变化 或推动了过去2000年间 中国一些统治王朝的负面 通俗点来说 就是蒙伐十足的垄断 会使得贫富差距过大 但不会直接导致朝代的负面 从差距过大 到秩序崩溃之间 需要一个气急 这个气急就是天灾 比如说自然环境突变 使得土地产量下降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灾荒 一般来说出现灾荒 就需要人为的进行调控 但土地兼并 使得我们没有能力调控 这也就造成了秩序的崩溃 到了这里 我们大概明白了周期出现的原因 那应该如何避免呢 在2008年时 清华大学曾经抢救了一批战国猪剑 也就大名鼎鼎的清华剑 曾经有不少人说他是伪造的 我大体看了一下 结果发现了大量关于历史周期的论书 原来早在战国时期 他们就已经发现了周期率的存在 比如说在后复中 就记载了一段周五王 与夏朝后裔后复之间的对话 其中就说到了 夏朝的开创者 打下了一个完美的江山 那夏朝为什么会负面呢 后复给出的答案是 没有以民为本 在清华剑的治政之道 与治邦之道中 也曾讨论过关于朝代兴衰的话题 一如西三代之相曲 周宗之之弊 静自施饼 作者认为 朝代兴衰的关键 可能与用人有关 另外在赵检子中还曾说到过 能否维持艰苦朴素的观念 就是决定朝代兴王的关键 其实说白了 诸子百家之所以兴起 就在讨论关于历史周期的话题 看看通过什么方法 能够逃过这个历史的规律 孔子就说要人治 帝王要以人为本 但真的治理了吗 并没有 后世的儒家已经渐渐沦为了帝王的武器 韩妃子则说要法制 制定合适的方法 却是秉承法家的秦国 获得了一场胜利 但可惜 也没有逃脱历史周期这个问题 那应该如何做呢 只有道家 我们都知道 老子是一位图书管理员 这样的职业 使得他在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看透了王朝兴衰的关键 比如说他曾总结过 之所以出现历史周期 就是因为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 损不足而奉有余 垄断财富 垄断土地 这是人们贪婪的本色 历史周期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人性使然 因此老子才提出了无为而至 这一点我们之前说到过 不管王朝如何更迭 始终都要出现权力的集中 只要权力集中 财富就会集中 财富集中 系统就失去了平衡 贵族们不想要放弃财富 只能被迫催生出一个皇朝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补之 也就是说 在系统将要失去平衡时 我们可以让贵族军风财富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熟悉 如果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依然会存在历史周期 那我想只有我们 才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循环 当然以上内容 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如有错误 也感谢指正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